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逛狗室了 看到两只妈犬好怪啊 甩着也不动 估计卖的时间长了 到现在也没卖掉呀 看看这些旁边的狗啊 没有一个好狗都是扎叫狗 只有卖不掉的狗狗 才会灌到笼子里面啊 看看拉布拉多 拉布拉多这个颜色是比较正的 我就喜欢比较白的一点的颜色 这样的颜色是比较穿的 我们这边的幼犬呢 基本上都在三百这五百左右 不管什么犬中 都这个价再搞就卖不出去了 看看这什么狗啊 这是猛犬吗 看看这是比特 还是史塔夫啊 这熊的狗他们的小时候 长的都非常的猛啊 长大了就不一样啊 长大了就特别的熊长了 小的时候 真是特别的猛 这样的猛犬 熊一点的狗 是我特别喜欢的 但是不敢养 也如果养到架里面啊 这两年叫来叫去的 邻居都翻试到了 老师真怕有人偷树啊 看看我们这边 逮兔子的细犬啊 这样的狗 我发觉 从来没看见过胖的狗 因为这样的狗 是永远吃不胖的 我感觉啊 它这个体型就是这样的 永远吃不胖 就是这样的体型 跑得才快啊 才能逮到兔子 不过我们这边的细犬啊 从来没有看见过实战的呀 跑得快 它不一定愿意逮到兔子 再说了我们这边也没有兔子呀 看看这一气色屁股后面的 全都是拉不拉多啊 都是春黑的 但是马上都要中午了 都没卖到几只 这个品象呢 怎么说呢 就是太瘦了 股价太小了 股价小的这个 拉不拉多千万不能买 高不 高不准是扑狗串子 还不一定呢 有的人喜欢 拉这个 黑扑狗 就当拉不拉多卖了 看看这笼子里边的 小白猫 眼睛还是蓝眼睛呢 肯定等 外国猫串了一下 这笼子全都是猫呀 还有这个小泰迪 像这样一个笼子 撞这么多狗呢 哎 价格都不会太贵 都是很便宜的 看看这个小鹿犬啊 乖熊的呢 反正我见过的小鹿犬 都比较熊 个子这么小 身体这么瘦 熊到还是这么熊 像这样的小狗 到了我面前这么熊 我一般的就给它发费了啊 不过要在它旁边 没有主人的前提下啊 来看看这车里面的狗啊 看看这个哈士奇 嗯哈士奇不啥啊 都躲到这个车底下了 乘凉了 这个车里面有沙漠眼 这个法牛 还有引流 还有拉不拉多 这个车不是狗肉车 这个车是转门配种的车 给找在这里面的品相非常好的啊 谁来配种啊 就给它们配 看看这个破山人里面 还有一个小白帽来 而且还是远洋眼 像这样春白的远洋眼 至少一败朝上 好了 今天就拍到这吧